拥挤 烫次不够多 又不准时 早晚的繁忙时刻更是如此 这是许多乘客对公共交通服务的评价 服务数字很差 因为我们每次都是在等 等 等 反而迟到 地点也是 车子也是 两家私营的公共交通公司 每年的盈利可观 2010年 SMRT的竞盈利达1亿6290万元 新捷运则是5400多万元 但两家公司却因为成本上涨 而向公共交通理事会申请 调高车资2.8% 车资已经不能够在一起了 因为他们每年的领域是过亿过千万的 为什么现在要买新车的时候 把那个负担加在我们的身上 我觉得我们这些commuters 有点不太公平 如果获准调高 这将会是我国五年内第四次调高车资 22岁的杨凯婷是新岳大学的三年级学生 她说除了早上繁忙时段 巴士和地铁人几人之外 中午时分的金文泰中心巴士站也是同样的情况 我今天十二点上课 所以我大概十点半要出门 从我家在Jong West 我需要搭Feeder Bus到Bullet Interchange 然后搭MRT到Clemente MRT Station 过后我需要下来到那个Bus Stop Idle 154 52还是184去我的大学 所以大概这个行程大概会花上一个钟头 十二点的时候蛮多人的 因为每个人都在赶着去十二点的课 然后不只是SIM的学生 还有那些Nian Polly的那些学生 据前线观察 学生乘客们等候了一段时间后 终于有车来 而且一来就来两辆 但凯婷却没有办法挤上 如果你的服务好的话 我们再多还几块钱是没有关系 可是如果你的服务不好 所以这样子根本就不合理 使用公共交通服务的民众 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SMRT地铁和巴士服务 每月平均乘客量 从2007年的6000多万人次 增加到今年每月平均7800多万人次 增幅达30% 新捷运的巴士和地铁服务 每日平均乘客量 从2007年248万人次 增加到今年每日平均296万人次 增幅是19% 研究交通的学者认为 公众对车资起驾有所不满 主要是公共交通服务素质不够理想 如果说这个起驾可以带来更好的服务 我会愿意相信就是说民众还是愿意去接受的 但是根据目前公共交通 它所提供的这个服务水平来看的话 很明显的消费者对这方面有非常大的一个保留 也就是说大家觉得说现在的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 在还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之下 那么业者要要求来起驾 这个这点应该是大家比较不能够接受的一个地方 交通部政务部长杨立明告诉前线 业者是应该持续改善服务素质的 乘客对服务素质有更高的要求 这个是非常合理的 那么在过去几年来呢 你假如看我们的列车的这个班次 自三年前以来到现在 每一周这个班次增加了大约是两千次 也就是说每一天列车班次增加了超过两百次 八十方面呢 自去年六月以来 每一周增添了四百二十趟 这个服务素质是马不停蹄的 一直要延续下去的 不可能减低 也不可能调低我们的这方面的这个需求 此外杨立明也说 车资也并非只有上没有下 其实呢我们现在的车资跟五年前相比的话 一般来说是比较低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从五年前呢 虽然车资有上调 但是在2009年经济衰退的时候 它下调的这个幅度相当的大 所以到目前为止跟五年前相比 其实还是比较低的 而跟三年前相比的话 现在一般的车资还是要比三年前低 大概是百分之三点四 除了服务素质之外 公众也对业者赚取高盈利 仍然想调高车资 感到不满 Transportation是给我们人民服务的 不应该拿赚钱这两个字来 来要赚钱 我希望它的那个服务数字能够改善 如果改善的话 你就觉得可以起价 不起最好 因为现在通货膨胀 每个人的生活压力都很大 这个盈利并不是以加价为主 加价才有盈利 这表示管理层的不行 管理层行的话 应该是本身想办法怎么样去赚钱 哪一个公司不是自己想办法赚钱 那如果我们以加价来赚钱的话 那根本就不用动脑筋了 根据SMRT公布的第一季度营业数据 虽然公司的收入增加了 但因为成本提高 经营率其实下跌8.9% 交通部长吕德耀透露 以去年的营业数据来看 车资其实是占两家交通业者 盈利的一半左右 另外一半的盈利来自广告和租金 李德宏博士说 这代表交通业者经营得当 但是在探讨车资 该不该上调的问题上 必须在业者所需要的利 和乘客所期望的福利上 能够取得平衡 业者有他的主观意愿 他想要提高他的车资 这方面的收入 所以他的着眼点是在获利 达克所强调的不是获利 而是福利 所以在这两个主观意识 在两个群体的主观意识 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很好的一种 一个调节的时候 我觉得政府就应该要发挥 他的一个仲裁的一个角色 一个管制者 一个约束的一个角色 交通部政务部长杨立明认为 其实业者是没有权利设定车资的 任何的车资调整 必须经由公共交通理事会审查 业者是通过控制成本和商业活动 例如租金广告等来增加盈利 这对乘客也是有益处的 这些非车资的一些收入 其实对乘客来说是有帮助的 因此我国的车资 跟其他发达城市做比较的话 不是最低也是最低之一 公交业者还必须累积更多的资源 来投入一些新的配备 因此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 为什么公交业者需要盈利 才能够确保我们的公交系统能够跟得上 并且能够逐步地改变服务素质 有人提议把公共交通公司国营化 或使用合作设方式来经营 我国应该改变交通经营模式吗 地铁爆满人挤人 巴士太满不停车 你是否也碰过这样的情况 这是一名观众透过前线追踪面部提供的画面 这名观众住在金文泰一带 他每天早上八点多要搭车上班 常会碰到巴士太满不停车的情况 他说那天他总共错过了四辆拥挤的巴士 每天都是同样的情况 让他感到很无奈 这样的情况在全岛各处也重复上演 这边还算好 但我在拆出港那边就不行了 这边52号车是到屁山去的 但是每一天我在那边都很难搭到车 因为这边很多都是到公院 到新加坡管理学院 所以车上都挤满着人 而且他的时间几乎相隔最少15分钟 人又多 时间又距离这么远 距离这么远 那你说我们等车的时间多长 如果你又没有办法抓住他的 那个就是讲准时抵达的时间 起码 那个数字要来多一点 像我们就不会这么麻烦 上班也不会迟到 起码都两三分钟来一辆 有时七八分钟都太迟了 交通业者是私营公司 必须向股东交代 但是他们却得满足乘客 对这种公共服务的诉求 有人就认为 这两者之间有所矛盾 或许需要重新思考 公共交通服务的经营模式 前国会议员曾世生认为 与其采用私营的模式 或许可以考虑改用合作社的方式 来经营公共交通公司 合作社其实是一个企业 不过这个企业 它的股东并不是几个主要的投资者 而是一个大众 是一个很多很多的人成为会员 那么每一个就占一股的那种做法 所以它是一个 比如说如果一百万股 是有一百万个人 一人拿一个股 如果是一个合作社 如果我们成本增加 我们需要去抬高这个车资 那么结果多赚了一些钱 大家最终还是能够拿回来 当作是一个回扣 我觉得大家的心情是会比较平衡的 交通学者也认为 或许也应该多方面 更深入探讨交通业的经营模式 我们是不是应该再重新的考虑 我国公共交通所提供服务的 这种经营的方式 究竟是应该采取国营化 还是纯粹的私营化 还是采取合作社 我觉得这都需要一个 非常完整的一个论证 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 让各方都能够接受 都能够相信的一个答案 国营化本身不能够解决 拥挤的现象 也不能够解决 服务素质的这个问题 纽约的这个公交系统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它们是属于国营化的 而这个系统已经非常成就 在财力上已经是衰退了许多 而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们也被迫 再从过去三年来 车资上调三次 所以国人假如以为 国营化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话 我想这可能是一种假象 针对车资调整 李显龙总理在上个星期六 出席社区活动时 强调了政府的三大原则 第一是为国人提供 有效率和负担得起的 公共交通服务 第二必须维持和逐渐提高 服务水平 第三也必须让业者 获得合理的回报 至于多少的回报才算合理 这就交给公共交通理事会去决定 他们是负责任的 他们了解 我们要考虑到人民的负担 我们要尽量让人民的负担减轻 而同时 我们要让我们的巴士公司 跟快铁公司 可以维持合理的盈利 可以维持合理的服务 但是政府的立场是 我们要有一个有效的制度 而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制度 为大家提供好的服务 公共交通服务的是广大的民众 业者要求车资上调2.8% 是2005年以来最大的涨幅 合理不合理 福利和盈利之间如何平衡 就有待公共交通理事会定夺了 本地眼镜店出现仿冒 彩色隐形眼镜令人担忧 部落格网店售卖的彩色隐形眼镜 合格吗 安全吗